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学的一个课堂 但是呢 我从这件事情的报道就看来了 新闻的强大和文学的缺失 我举例子来讲 咱们用汉语的心 口 耳 我们来分析它的语言 比如说还是采访这个队长 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就说 你们在景下多少个小时 工作了17个小时了 他说 你累不累 这个队长说什么 我越看见人就越高兴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累还是不累了 大家听听这个话 我越看见人就越高兴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累还是不累了 这就是文学的语言 我们将来专门要讲 丹丁 就是写神曲的丹丁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了不起的思想家文学家 丹丁 他有一个论点 我们将来有时间专门来讲 他认为 语言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叫原初的语言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天然的 不要经过学习就会讲的语言 叫原初的语言 我们从小跟着身边的保姆啊 跟着身边的人就学会了 就像我的孩子三岁 我惊讶地发现 他所有讲的话没有一个并句 都很精炼 为什么 他没有学过语法 所以他不说并句 有了语法才有并句 不学语法就没有并句 就是天然学会的语言 叫原初的语言 而语言出的语言相对的一种呢 丹丁称之为 罗马人的所谓的文学语言 就是在原初的语言基础之上 经过加工 把它变得很文学 这种语言叫做所谓的文学语言 丹丁旗帜鲜明地表示 这两种语言当中 原初的语言是更高贵的 而不是相反 听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天然的这种语言 是更棒的 是更文学的 更好的 更有魅力的语言 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心来判断 这两个语言哪个好 一个队长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吗 是累啊 还是不累呢 底下字幕打的 抢险人员 不顾疲劳 什么什么 哪个语言好 当然是这个队长的语言好 我不知道自己累 还是不累了 这是境界啊 不顾疲劳 那是雷锋精神 好多年以前的成就的观念啊 这不是个语言的问题啊 这是境界不一样 我的累还不是 不知道累还是不累了 这是什么境界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上次在那个 我讲笑话了 我在那个 大学语文的课堂上 办了一个讲座 那个老师 大概忙不过来 叫我们都去 都去 办讲座 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 办讲座 我就去讲了 讲那个说文解字 讲了以后呢 有一个男生 就给我留那个 小男孩 给我留了那个 一门 我在课堂上 给同学讲童话 我说 每个人都是一部童话 你们不相信举手 我给你们讲童话 结果有同学举手 我就讲准了 讲童话 有准了一个 下课一个男孩说 王老师 你给我讲讲我的童话 结果我说来不及了 他又给我发邮件 叫我跟他讲童话 结果他发来的邮件 这是我上课这么多年来 得到的最高的评价 他怎么评价我 他说王老师 我听了你的课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我已经一句都不记得了 但是我觉得好啊 他说 我觉得我被感动了 他说 我就觉得自己 一下子受到了启发 我都已经不记得 你讲什么东西了 我这是境界 他说不知道我讲什么了 知道了都不好了 开玩笑 我还记得 同样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一个 原来国关的一个朋友 到纽约去学文学 学了好多年了 在那写书 写书 他一直有一个 有一个梦中的情人 多少年都不能忘怀 他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欢乐 全部都 就是像堵住一样 压在这个姑娘身上 然后我问他 长什么样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 我一看见他就晕了 他说 这就是境界 让我想起来 这个人讲 我不知道自己累 还是不累 这比什么 忘我的精神 什么什么 要生动得多 文学不是概念 文学是生动的语言 是新的表述方式 理解吗 所以好的文字 是哪里来的 就是我们这么学来的 就有同学说 我父亲也是教书的 教了一辈子的书 他原来是南京大学历史学 我印象很深 我从小半夜醒来 就看见我父亲抽着烟 拿着一堆那个 那个讲稿在那里 备课 备他的历史课 他就跟我谈体会了 他说我教了一辈子书 我上课之前很紧张的 你上课怎么不紧张的 你怎么不备课的 我说我24小时都在备课 我脑子里天天都在想 这个课怎么讲 我看电视也是在备课 我走在路上 也是在备课 这是境界 开玩笑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学文学的时候 要从生活当中 学语言 不要紧紧的 不紧紧的读书 要从万事万物当中 听到自然的声音 好的语言 在这个王嘉林煤矿 这个事件当中 我就听到 还有一个人 也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哎呀 这个人夫妻好了 这八天八夜 他怎么熬过来的 他说我做梦 他说我都有幻觉了 他说我做梦 梦见自己 躺在床上 妻子就在身边 孩子也在旁边 后来我们又下地劳动了 什么蘸玉米什么的 好家伙他梦了一场 醒来就给救走了 这个是境界啊 这是什么 文学在哪里啊 文学就在这个人的梦当中 而且这个人 不是说我到某一个酒吧 倒一点酒 听个什么 克莱德曼 就变成了梦 错 文学 就是在那个看似 最没有诗意的地方 产生的最强的诗意 我觉得这一个一个的人 说出的话来 所有的这些朦胧世人 都惭愧去 都要改行了 比孩子的春暖花开 写得还要好 是吧 就这种语言 这种境界 这种感受事物的方式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天然的 它是清水出福 它没有经过修饰 它没有把它文学化 它是从生命当中 直接表达出来的 它没想那么多 所以这个 这种语言啊 才是最好的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去学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啊 我再举一些例子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语言啊 要生动 我自己啊 做过一些翻译啊 我就发现 有些好的语言 翻不过来 翻不过来的语言呢 往往是最好的 比如说 法国有一个诗人 叫阿波利奈 他写了一首诗叫 《密纳波桥》 《Le Bon Mirabo》 大家可以找来看 写得非常优美 他是个未来派诗人 他其中这个诗歌啊 他就讲 大概就是说 在塞纳河上啊 这个密纳波桥 有一个密纳波桥 恋人们站在上面 我和你曾经站在这里 我今天又站在这里 你也不在了 时光也流逝了 可是我回想起 我们曾经 手拉手站在桥上 他其中有一个副歌 叫做 《Vient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ans fond Je demeure 就是夜色来临 晚中悠扬 时光已经消失了 我还停留在这里 时光消失了 我还停留在这里 法语叫 《Les jours sans fond, je demeure》 和那个 《Vient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ans fond, je demeure》 是押韵的 可是汉语 我想了几年 也没想出一个 最合适的翻译方法 要么节奏不对 要么意思不对 所以我就很生气 好 这么好的语言 我们翻不成法 翻不成汉语 那么汉语 有些东西 也翻不成法语 那么所有这些 翻不成外语的 反而是好的语言 不是说故意要为难 而是说寻找自己的特点 寻找自己的特点 就像我到三峡的时候 天天都拿着个本 我拼命地记 拼命地记 就是学习这种语言 随便一问 我有个老朋友 他年轻的时候是要饭的 他现在也是退休工人 我问他 张师傅啊 最近过得怎么样吗 他说 我是赖格堡遭牛踩 满身都是伤啊 赖格堡就是赖蛤蟆的意思 赖格堡 赖格堡就是赖蛤蟆的意思 他说我是赖格堡遭牛踩 满身都是伤啊 这种语言 我要问 你同学你过得好吗 他说我寂寞啊 我彷徨啊 这个就 我不是说不对 就抽象了 什么叫寂寞 感觉不到 这是个哲学词汇 文学上没有寂寞这个词 文学上只有能够感觉到 赖格堡遭牛踩 大家想想看 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感觉到痛的了 你想想看 一个柔软的一个癞蛤蟆 被牛踩了一脚 会是怎么样啊 满身都是伤啊 讲起来他从前要饭的经历 他叫什么 麦条穿豆腐 提都提不起啊 麦条就是那个竹子 麦条 好像是这么写 好像是这么写 麦条 麦条穿豆腐 提都提不起啊 就是有些事情没法说啊 所以这些语言翻不成外语 这个好的语言啊 就是包括一些对联啊 比如说我在那个 我有一本书白地成当中有一个词叫 李承礼服 叫李承礼服 它实际上是一个四川的一个老人家告诉我的一个对联 民间流传的一个对联 叫做什么 棒打礼 李承礼 李承礼服 棒打礼 就棒子打礼子 棒打礼 礼子沉到水底下去了 棒打礼 礼成底 礼成礼服 这个礼沉下去了 这个礼于服出来了 棒打礼 礼成底 礼成礼服 然后对这个对联 风吹风 风落地 风起风飞 风吹风 风吹蜜风啊 风吹风 风落地 风起风飞 都好 风吹蜜蜜 怎么翻成英文法文呢 翻不成 所以 这就是我们汉语的妙处啊 我们汉语的妙处 就像 那些老人家 四川的老人家 他们出这个对联 说 山间宝塔 陈陈孔明诸葛亮 不得了 山间宝塔 陈陈孔明 每一陈啊 那个孔都是亮的呀 陈陈孔明诸葛亮 就每一个楼都是亮的 听懂了吧 山间宝塔 陈陈孔明诸葛亮 谁对得上 难不倒 那些老人家 紧接着一个老人说 池中 莲藕 结结李白 李长根 不得了啊 结结李白 李长根 池中莲藕 对山间宝塔 不得了啊 这怎么翻成英文啊 翻不了 李白的字就叫李长根 大家知道吧 陈陈李白 李长根 所以这就叫智慧 这是我们民族的智慧 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藏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儿戏 这是负担 这是仅仅是一种趣味 不仅仅是一种趣味 它是趣味 但不仅仅是一种趣味 它是宝贝 它是我们民族的传家宝 我们要把这根金 用现在的时髦话讲 把这个基因传下去 传给我们的子女 不要丢了这个基因 是吧 现在我们没有人会写对联了 这是不对的呀 没事对个对子 练习我们的汉语思维 从而进入到我们的汉语当中 使得我们更加热爱汉语 把这个语言变得更加生动 好 我们上纲上线的来讲 王家里煤矿 大家没有意识了 我强烈的感觉到 我们这个时代 新闻大于新闻 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出来都不怕你们笑话 我写的文章都发表不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新闻与新闻 我差不多投了三个地方 都没给我发 新闻与新闻 也就是说 现在人吧 只是关注这个新闻 没有这个新闻 就是说 我们看到王家里煤矿的报道 都是新闻式的报道 我们注意到 世界民族当中 有好多就是写矿难的 而且流传千古 这个流方百世吧 不讲流传千古 最典型的这个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这个法国大作家佐拉写的萌芽 大家知道第一届诺贝尔奖 1900年 要颁给三个人 三个候选人 第一个就是托尔斯泰 写战争和平安娜卡雷琳娜的托尔斯泰 写复活的托尔斯泰 再有一个就是佐拉 写萌芽 娜娜小酒店的佐拉 结果这个诺贝尔评选组 第一期就评错了 评给一个法国诗人叫苏利普利多姆 一个唯美主义的 苏利普利多姆 谁都没听说过 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没有给托尔斯泰 没有给佐拉 所以第一届就看得很清楚 当一个人的水平太高了 诺贝尔奖就给不了他了 鲁迅就是这样 沈春文就是这样 他水平已经远远高出诺贝尔奖了 诺贝尔奖只能给那个中间偏上的人 太好了给不了 因为认识不了 佐拉就写那个萌芽 佐拉写的萌芽 就是讲一个萌芽 什么萌芽 社会主义革命的萌芽 无产阶级 革命的萌芽 写得非常的深刻 他就是自己到了矿井之下 去和矿工一起生活 记录他们的故事 写出来了一个矿工的心跳 樊高当年也是下井 才画出了那个吃土豆的人 淫水者 樊高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 我这些年在长江边待了十年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 记者来了就走了 记者都是蜻蜓点水 他跟文学不是一路子 所以我这个人做不了新闻 因为我不关心新闻 我只关心新闻 我希望我心里面听到的事情过不去 这个事情过了 我心里面这个东西还在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这个 旧难队的队长 他说的这些话 就有些话 有人讲了一句 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些你讲多少遍都不记 为什么 就是这个语言 最好的那些词 有时候就一个字 我到一个三峡那个威房当中 长江边的那个棚棚里面 竹棚里面 竹棚里面 就有些年轻的妈妈在那里纳鞋底 他们那个鞋底啊 不是一般的实用的鞋底 上面有鸳鸯啊 有梅花呀 那个鞋底很珍贵的 一针一线纳起来 带着孩子 那个场景非常美的 这个船来来去去的 这个在浓雾当中啊 这个汽笛拉响了 然后有人上船下船 风雨飘摇的那个竹棚里面 坐着这个年轻的妈妈 在那里纳鞋底 孩子在江边跑来跑去的 这个时候 有一个胡子拉差的年轻人 背着包就下船了 东藏希望的就是我 我来学习了 我就进去了 进了这个蓬蓬 我很想跟这个母亲说话 这个人 他在 他在纳这个鞋底 在绣鸳鸯 我也怕打扰人家 但是我也很想跟他说话 这孩子跑过来 我也没办法 怎么办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是那个 冬天的时候 有那个红柱 红柱 四川话叫红柱 有的红柱 我就把红柱拨开了 我就把红柱拨开了 给那个小男孩 我说 拿去给妈妈吃 我就把这个红柱 拿去给妈妈吃 这个小孩跑去 拿去给他妈妈 他妈妈一回头 就说了一个字 酸 酸 我当时就没昏倒 哎呀 我赶紧在本子上记 我酸 就关键时刻 人家一个字 这叫一字之诗啊 他就说了一个字 我的文学水平 就提高了这么多 酸啊 我这样做事 这样说话 就是酸 我得反省一下 这橘子也酸 是吧 我也酸 他就说了一个字 酸 人家都不多讲了 对吧 没有 你想哪有这个 哪还有一个 比这更生动的语言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对这个母亲 肃然起敬 这些汉语啊 就是要用在 关键时刻 用在关键的地方 让它的味道 变得丰富 我们看酸子怎么写 酸子啊 它这边是酒啊 它表示要酝酿 要酿一段时间呢 又有时光在里头的 所以就是 这个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结果把自己搞得酸溜溜的 这个不对头 所以我就 在那里呢 就在长江边就学会了 就进步了 你们平常在学语言的时候 也是要用心去 在日常生活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